当前,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,3月20号晚,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上促进全球疫苗公平可及,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等份论坛正在进行,预会的医疗卫生领域专家们供商如何科学有效地抗击疫情。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,到目前为止,全球已经有一亿多人感染新冠肺炎,每个人都需要疫苗接种,这是人权问题。 到目前为止,全球感染新冠病例已经有一亿多人,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对新冠病毒易感的,也就是说每个人都需要进行疫苗接种。 那么每个人获得疫苗接种,那就是一个基本的人权问题。 理想的,每个人获得疫苗的机会应该是均等的,但实际上呢,不是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能够获得疫苗。 也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同等的能力,为它的国民提供疫苗。 吴尊友表示,疫苗让绝大多数接种的人获得保护。 在谈及自疫情发生以来,大家一直关注的群体免疫。 他介绍说,群体免疫是指在一个社区、国家,当获得免疫保护的人到了一定数量,就会形成临界值。 对于新冠病毒来说,群体免疫意味着需要70%到80%的人获得了免疫保护,即使有新的传染源引入,也不会引发新的大流行。 他认为,应将不同国家按照顺序激进分类,更科学地推广全球疫苗接种。 群体免疫呢,它是要求,当如果每个国家都是按照同等的覆盖率往上涨的时候, 如果我们的免疫保护率,你在没有达到70%,你没有达到那个trashy hold,那你呢,10%,30%,那都是起不到保护作用的。 我们怎么才能科学接种呢,要让一个国家尽快地达到70%,80%,在第二个国家,在第三个国家,不是呢,全世界所有的国家, 齐步走地往前推进。 那这就需要我们呢,依照科学,把不同的国家按照优先来进行分类。 尤其是高年龄组,就是人口,老年人口构成比较高的国家,应该作为最优先实行群体免疫的国家。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指出,冠状病毒最大的特点是基因重组,未来人类或将面对更多的冠状病毒攻击。 他表示,疫苗是战胜病毒的终极武器,呼吁全世界共享疫苗。 那么,这个新冠病毒直到今天,没有证据表明它将消失,很可能将会和人类共存,就像流感病毒跟人类共存一样。 压制整个新冠要靠疫苗,疫苗要全球共享。 如果世界不共享疫苗,病毒将共享世界。 第一个新冠要靠疫苗,疫苗也行。